一甲第21轮结束多场比赛 主要的几场 AC米兰3比0 击败威尼斯 尤文图斯4比3罗马队 国米2比1拉奇奥 积分榜也在随时发生变化 AC米兰榜首位置 没有做太长时间 随着国米的取胜 后者又重返榜首 AC米兰课场3比0 完胜威尼斯 结果没有太大悬念 上半场 莱奥助攻一步闪击破门 AC米兰梦幻班领先 下半场 莱奥再次送出助攻 特奥取得进球 第57分钟 AC米兰获得点球 两分钟后特奥特奥主罚点球 被罗梅罗猜对了方向 不过皮球还是入网 AC米兰轻松拿到3分 罗马队和尤文则是上演了进球大战 上半场 亚伯拉罕首开记录 迪巴拉之后一脚精彩的进球扳平 下半场 姆西塔良和佩莱格里尼优先后进球 罗马队取得了3比1的领先 然而洛卡特利·库卢和德西利奥7分钟连进3分 尤文反超 尾声阶段 德里赫特送点 不过佩莱格里尼伐丢点球 尤文课场神奇逆转 果米主场2比1立刻拉奇奥 第17分钟 桑切斯推射破门 VAR认定进球无效 第30分钟 巴斯托尼远射破门 打破了僵局 第35分钟 拉奇奥扳平 因莫比来推射空门得手 第67分钟 果米再次领先 巴斯托尼转中 史克里尼尔投球攻门得手 最新的一甲积分榜 果米2比1取胜之后 其49分重返榜首 力压AC米兰48分 而且AC米兰 还多赛一场 尤文凭借着一场神秘转 拿到了3分 积分38分 距离第4的亚特兰大 41分 只差3分 破镜前4 罗马队仅仅排名第7 罗马队仅仅排名第7 服务 4分 1分 1分 感谢观看